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到底什么是牛节节诊呢 我们透过这张照片 其实大家就不难了解这个名字的由来 它顾名思义其实是一种发生在牛身上的疾病 而且是由病毒所引起的 它的特征是牛的身上会出现像这样一粒一粒 是肿起来变硬的节节 那会隆起 大小大约是0.5到5公分不等 那这样的病毒会出现在牛脂的身上 而且它主要是透过了蚊子苍蝇 来进行一个并没蚊叮咬的传播 潜伏期大约是有28天左右 而这种病它的死亡率1%到5%之间 牛脂在感染出后会出现了以下的症状 包含了刚刚提到表皮有节节 还有牛会发高烧 同时秘乳量也会因此而下降等等 那据了解这种牛节节诊 这种病是不会传染给人的 死亡率大家也看到了顶多5%不算太高 但无论是乳牛或者是肉牛 在感染这种病毒之后呢 不死也半条命 而且呢报废率是相当高的 只要被感染的牛脂 基本上它就会失去经济价值 而在台湾呢 其实从7月10号的时候呢 首度在里岛金门县出现了这样的个案 那截至12号为止已经扑杀了82头牛 后续要进行文化销汇 但让人担心的是这个病毒 会不会因此扩散到台湾本岛呢 目前研判应该不至于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种病 它主要是透过了蚊蚊来传播 但是呢蚊子单日平均最高的飞行距离 有多远呢 大约一天最高的飞行距离呢 是30公里左右哦 至于离岛金门到我们的本岛台湾呢 这个距离是超过了100公里的 所以蚊子要这样子飞过来 应该不太可能 但如果带有病毒的蚊蚊 它借由交通工具来散布开来的话 那就不得不防了 所以现在包含了 往来离岛金门的船只 还有飞机等等 通通都要来加强消毒 同时呢我们也采购了1万剂的这个疫苗 要在一周内运往金门施打完毕 而且呢我们会主委陈吉仲 他在受访的时候呢 也强调说绝对不可以让疫情扩散到本岛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本岛有15万头牛 大多是以乳牛居多 如果病毒真的扩散进来的话 那刚刚提到了得到这个牛结结诊 他的牛居会秘乳量明显的下降 所以呢就怕到时候 大家会没有牛奶可以喝了 所以现在要来全力防堵疫情 扩散到台湾本岛 马上为您带来我们的报道 牛结接着疫情从中国福建沿岸传到金门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强调 一定要全力防止病毒入侵台湾 否则恐怕面临没有牛奶喝的重心 全力防止这一个到本岛来 绝对不能让他到本岛 到本岛来会影响我们人 我们有15万头的牛 尤其是我们的乳牛 那我们的牛奶如果进来 那就很麻烦 牛奶就没得喝了 牛结结诊主要是透过文银传播 死亡率1%到5% 发病后会发高烧 牛脂蜜乳量也会显著下降 不论是肉牛或是乳牛 感染后育后不良都会失去经济价值 容易对畜牧业造成冲击 为了防毒疫情扩散 农委会将针对金门到本岛的 所有运输工具 包括飞机船只 加强消毒工作 清除并没闻 目前当地除了确诊的叙事所在内 还有30个养牛场出现疑似案例 截至12号已经扑杀焚化 超过80头牛 中国那边转过来 那第一个会受影响就是金门线 那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理论上是比较 可能性会比较低 但理论上我们还是要做好防范 防范局研判 文银单日最长飞行距离 大约为30公里 而金门和台湾相隔超过100公里 因此只要做好消毒工作 疫情渴望获得控制 至于疫苗部分 也紧急采购1万剂 预估未来一周将是施打的黄金期 谢谢陈子凡临心台北报道